要慢慢的放在腦海裡面 各位看,這是N取0、N取1、N取2 你看這個數列就覺得它就是N個東西裡面去取出R個出來的組合 這是組合嘛,不管順序 那這個數列後面補0之後 那我怎麼跟生成函數有所聯想呢? 沒錯啦,你可以去記二項式定理,對不對? 所以你會腦子裡面有這個概念 因為二項式定理就是這麼乘數的 好,E加X的N取4展開之後 這個數列就出現了 可是你回到那個問題的本質 你就會了解說 其實我有N個東西 我有N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不要拿 我可以用生成多相式 它要不要拿 要嘛不拿 要嘛拿嘛 對不對? 要嘛不拿 要嘛拿 那我們按照前面的經驗 我知道在可以的答案裡面 我把它當密次 然後X當底數 用相架去連接 表示Ecclusive All 那這個東西拿不拿的 生成多相式就出現了 那有N個東西 那我就知道 其實它的生成函數就是這樣 好,當初是從二相式定理 直接去記這個公式 那現在呢 是從 拿與不拿 建構出它的生成多相式 然後把它的生成函數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啊 後面就是推倒了 這樣OK嗎? 那你要找 取出R個來 其實就是去找 xR次方前面的係數 那前面的係數 一定就會是這個 這樣好嗎? 好不好 這個是 二相式定理 慢慢你就覺得說 喔 之前看到的數列啊 我都可以跟生成 函數 有所聯想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 正式進入數列 對不對 那數列有很多運算 我透過一些 簡單的運算 像這個 就是一向化解而已啊 喔 然後我就找到 這個式子 會是這個式子的 生成函數 那接下來 這個式子 又是這個數列的 生成函數 就慢慢就 越來越多了 然後我可以做一些 幾何的運算 然後我可以做微分 做微分以後 你會發現 它 又可以把 這個數列生成出來 那這個 這個式子 有點特別 有點特別 為什麼? 因為 1ή 我表示 有本來的 就是 1 8 1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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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eded 단 1 で 再乘上1-x-1 就發現原來是1 那這個密出往下調之後 那就1-2-3就出現 這樣好嗎 好 那這個再乘一個x 我們就有一個移出 常數項讓它補0的這個效果 然後慢慢的你對數列 就越來越熟悉了 那甚至於你還會 導出這樣的式子 然後找到1的平方2的平方3的平方 這樣的數列甚至於 0的平方加1的平方 抱歉0的平方1的平方2的平方 依此類推 那這裡就有更多 因為微分跟 乘一個x 得到的 新的生成元素 和新的數列 好 然後我們就看了很多對不對 對這些就告訴你 做一些變數的代換 做一些變數的代換 你可以生 你可以找出 這個新的數列的生成函數 OK 那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運算 做加減 甚至於乘除 不過在這個解裡面 我們比較少看到乘除 至少加減 你會知道你可以在原數列中 加或減 調整某一項的 數列的值 好不好 OK 就 那我們又看到了 所以我們會對 這個多項 這個式子的 叫做N取R 有一個 計算上的公式 對不對 可是這個公式 竟然被我們當成 負N取R 這個N是正的 看到沒有 這個N是正的 但是負N就表示一定是負的 換句話說 這個式子告訴你 你可能做一個負5 取6 或者取一個負8 取4 這個都是可以計算的 可以計算的 好不好 那它的規則就是 從負的開始 然後 逐次 減1 再減1 一直減 總共取R 跟我們當初 在它是正的時候 認識它的那個 形式是一樣的 這樣好嗎 好 那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就發現 這個有點討厭 這邊多出一個 負1的R次方 但後面呢 這熟悉的 R加N減1取R 這個式子很熟悉 可是前面多一個負的 怪怪的 沒關係 那我們知道它怎麼算之後 我們會 後面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它的聯想 好 那因為 你的 叫這個前面 叫 你在這個 Megloryne的 這個數列裡面 你知道這個訊息 你知道這個訊息 那這個跟前面 我們做的負N 取R這個式子 不是很像嗎 這前面的係數 好 沒錯 事實上你如果把這個 多樣式展開 你很不熟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 稍微記一下 因為你就是不太熟 它跟那個很像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好好去記它的話 你其實知道這個東西 這是二項式定理 對不對 這是二項式定理 等號的左邊 那你如果用變數代換 什麼代換 變數代換 因為二項式定理 你很清楚 是這樣子去解它 好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換了 這個是負R 負N 那你就把這代負N 那代負N 那代負N以後 這邊就有負N了 對不對 是不是就有負N 好 也就是你把這個展開 就得到這個式子 這邊代負N 你就把每一個 原來是N的地方 都代負N 那你自然就寫出這樣的一個 一個連加 Summation後面的式子 這樣好嗎 那很明確的啊 按照定義 對不對 這個式子 導出這樣的東西 可見 這個東西啊 就是它生成出來的數列 那唯一不同是 各位 在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的Sigma 是R等於0 到N對不對 2項式係數嘛 0到N加1項 可是喔 你改成負N之後啊 它竟然是 無限項耶 無限項 這要小心一點 這樣好嗎 這樣 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個upper bound的地方 不太一樣 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再耍個小技巧 怎麼說 各位 這個是 1加x的負N次方 那我可不可以做 1-x的負N次方呢 可以啊 那怎麼做 當初 當初你的N帶負N 在這個式子裡面 各位看喔 這個N是不是帶負N 那在這個式子裡面啊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 哪個 這個啊 這個 因為你這裡是1加x嘛 你可不可以把x帶成負X 可以啊 可以啊 你用 你用 x 你把這邊的x 用負X 這個負X 帶進去 帶進去 那很顯然的 這個地方 本來是x向 就變成負X x平方 就變成負X平方 欸 你這麼一番操作 竟然 竟然 這個負X啊 負X的I次方 這個負啊 就可以 就可以 怎麼樣 就可以 拿出來 就可以想辦法拿出來 這樣 這樣好嗎 那這裡有一負 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個有一個負啊 這有一個 這有一個負 老師在哪裡 在這裡啊 你去推倒這個式子的時候 這推倒這個式子的時候 這 這個有一個負啊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把 剛剛那個負X啊 稍微整理一下 把這個負的 把這個負的啊 也拿出來 那本來前面 本來就已經有一個負的 現在再拿出來一個負的 欸 它就變正的了 所以 各位 一番操作之後啊 本來這邊預設會有一個 叫做 負1的 i次方的 不見了 就不見了 那它就只剩下這個 很乾脆的 就是 因為 我們這個用 i來代表 它的 x i次方前面的係數 所以這邊就是 i加 很簡易 取i 好 那這個式子啊 當我們觀察 xr次方的時候 這個負啊 那就剛 就是我們允許重複的組合啦 這樣對吧 哎呀 開心啊 我們就把 允許重複的組合啊 跟深層函數的關係 又釐清了 好 我們不能重複 我們當時的深層多項是 1加x嘛 現在允許重複啊 就是 它可以拿 零個 可以拿一個 可以重複嘛 那它的深層 多項是 就 顯而易見 就是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嗎 而這個式子啊 這個式子 就 又這麼傳奇 你看 這個式子啊 這個式子 這個 本來都是 係數都是1的 可是 它的 深層函數 就是 1-x分之1啊 那這個不是我們剛剛倒的式子嗎 我們剛剛倒的半天不就是 就是要找 1-x的-n次方嗎 那這個的 展開式 就是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裡面 你看 xr次方的 係數不就是 r加n-1 取r嗎 那這就是 允許重複 組合的 一般式啊 這樣好嗎 好 好 OK 這個我們都看過了 對不對 那這個是每個人 就都發一個 那這個是每個人 都發Q個 喔 它的深層 函數 就 隨而有 有所變化 那你整理一下 這個式子是顯而易得 好 提醒過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還在複習 還在複習 這個 這一頁 我會考試的時候 會給你 所以你也不用 記得太辛苦 你就知道 你到時候有這個可以參考 就對了 好的 好的 好 那這個 我們把這個 所謂 方程式的解 方程式的非負整數解 把它的一般化 導完之後啊 你現在就可以利用深層函數 來 建立這個問題的解 來 二十個球啊 要分到 五個不同的箱子 那你要先區別的是 這球是不是一樣 球是一樣的 那箱子呢 箱子不一樣 哦 這個是那個 就是 Mapping問題 就是 Function問題裡面 你要先弄清楚 好 那這個 東西一樣 箱子不一樣 那是不是 就是那個 錢幣丟到 不同箱子的問題啊 那這個問題 跟方程式的非負整數解 有 同意的關係嘛 所以我們就這樣想 哦 至少要兩個球的話 所以每一個Box 可不可以拿兩個球 三個球 四個球 那它的深層 多項式 就是 把二三四 底下配 X為底數 然後用加號連接 那深層多項式就出來 好不好 那它有五個箱子 所以你就讓它 這個 深層多項式相乘 因為每個都一樣啊 好 那這裡有X五四方 可是這個式子 你沒有見過 沒關係 你把那個X平方提出去 X平方提出去以後 這就是 最常見的一般項啦 哦 這數量是 那它的深層函數 就是 1-X分之1 對不對 所以1-X分之1 所以它是在分 那五四方 就照著百 好 那你可以 老師 這裡應該是寫錯了 對不對 各位要改一下 這個是除的 可是 這個 把它 分母放到分子的地方 這個就變成的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符號應該是沒有的 那整個式子就化解成這樣 化解成這樣之後啊 怎麼辦 就代公式啊 老師 這個公式可以代 你忘了嗎 這可以代什麼 代 這個 1-X的 負的 如果是負的 如果是負的 欸 你就直接把它寫成 在這個地方 這是負的 這樣可以嗎 哦 這是負的 那既然是負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展開 那一定前面有一個負的 負的 負的 那個 係數 哦 那以下的推演 我就不談了 哦 只是告訴你說 因為你前面有X十次方 那你最後的答案是要找二十個球嘛 所以你要答案就在X的二十次方前面的係數 可是這個地方已經在X十次方了 所以這個括號裡面 你就要找X十次方的係數是誰 是誰 是誰 是他 是他 負五 取十 負五取十 欸 那把公式代一代 哦 欸 別忘了喔 這個負五取十 這一定有一個負一哦 這一定有一個負一 別落掉了 齁 但沒關係 因為他是十次方 所以這個負一終究會變正了 變正 然後 欸 你就做完了 這樣OK嗎 齁 本來有條件限制下 我們不會做吧 對吧 因為我們只會 譬如說 這樣子的式子 然後 Xi 是大於等於0 之前學的是這樣 有條件事了 我們就非等用 生成函數不可 好 那這是一個解法 那另外一個 有叫做 Law Bound 還有Upper Bound 那你的導的方法 也很類似 也很類似 這樣好嗎 OK 好 欸 現在是今天的進度了 來 這個開始又重要了 我們看 範例九點十二 九點十二 要談的是composition composition 在做什麼 各位還記得嗎 齁 就是 就是組成啊 組成 給一個數字 給一個數字 齁 請問他的組成有幾種 有多少種 some man 可以把它加出來 還記得嗎 composition 這個組成 我們看過這個題目咧 我們看過這個題目 我們看過這個題目 我們當時怎麼解 在第一章 我們看過這個題目 我們當時用binomial coefficient去解 那 可是我們現在用生成函數的概念來解 後面講嘛 using generating functions 所以我們用生成函數的概念來解 那我們現在就 怎麼去想這個問題咧 給一個數字 假設叫n 請問他可以被什麼東西加出來 請問他的上面 上面有幾種 有多少種 好 那我們就隨便舉個例子想一下 假設我們就說 我們是4好了 4有幾種把它加出來的方法 有一個元素的話就是4 兩個元素的話是1加3 和3加1對不對 因為composition嘛 所以可以換 那三個元素的話 1加2加1 那2加1加1 或者1加1加2 1只類推 這樣可以吧 可不可以這樣想 可以這樣想以後啊 你就發現了 發現什麼 你的上面 就把它加出來的東西啊 可不可以是1啊 可以啊 像這裡啊 這裡就有1把它加出來啊 可不可以是2 可以啊 用2把4加出來 可不可以3 可以啊 可不可以4 可以啊 可不可以5 對不起 不能5啊 5怎麼可以把4加出來 5是不行嘛 對吧 所以 我就知道 我要的答案啊 那個somen啊 somen 就是 加出他的那些成員啊 可以是什麼 可以是1 可以是2 可以是3 可以是4 可以5嗎 你硬寫也沒關係啦 只是你用不到而已啊 知道吧 好 那你至少知道 你的somen 可以是1 可以是2 那你如果拿1的話 那你如果拿1的話 好 我們先這樣想 先這樣想 先這樣想 我們 我們把它的叫做 那個那個 生成函數 如果生出來的話 我可不可以寫出這樣的一般式 我的理由是 呃 我的理由是 各位看齁 我們先不要看右上角的 我們先把這個 列出來給各位看 你可能比較有感覺 我如果 N是4的話 經過剛剛的分析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靠 一個東西把它 生出來 一個東西 如果我要靠一個東西的話 1上面的話 1上面的話 把它 compose出來 請問 4的 一個上面的 composition 是不是就是 一個東西 就是 拿4 拿4 然後 x 十字 這樣對吧 它前面的係數 只有1 是不是只有1 好 那你再想想 如果我靠 2上面 2上面的 composition of 4 就是 是有兩個成員 加出來的 有兩個成員 加出來 那有什麼可能 有各位看 我就说 你如果要拿 二的话 两个成员 那么第一个成员 可不可以是一 可以 第二个成员可不可以是 二 第一个成员可不可以是三 第一个成员可不可以是 第一个成员可不可以五 你就自言自语的 呢喃下去 这都有可能 这是第一个成员 第二个成员呢 他可不可以拿一个 拿一个一 然后拿一个二 可不可以 拿一个三可不可以 拿一个四可不可以拿一个五 可不可以 这样这样 好吧 你的难难之语结束之后 你就按照刚刚的方式 把可能的解当秘次 然后用X 当他的底数 用加号连接 OK 那他的生成多项式就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成员的生成多项式 第二个成员 刚刚讲过可以拿1可以拿2可以拿3可以拿4可以拿5 我就再把他的生成多项式取出来 因为只能拿其中一个码 所以加号代表either all 然后生成多项式 然后生成多项式 有两个我们把它成起来 就得到他的生成函数 这样OK吗 好 那OK以后你就再回来想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some man 可以是1吗 可以是1 如果是1的话 你可以拿几个 你可以拿1 可以拿2个 可以拿3个 可以拿4个 可以是2吗 也可以是2 2的话也可以拿1个 可以拿2个 可以拿3个 可不可以是3 可不可以是4 以此类推 这样可以吗 好 那现在来问了 没有1 为什么没有1 来 为什么这个多项式0 这个多项式0 不把1补进去 把1补进去的意思是说 1可以拿 不要拿 应该是说 你是1嘛 1可以拿1个 可以拿2个 可以拿3个 可以拿4个 可不可以不拿 1可不可以不拿 1 4 可以拿3 可以拿3 5 可以拿4 5 2 每1 都可以拿5 5 1 2 5 1 可以拿5 5 可以拿4 那它的生产函数我们就导出来 导出来之后我们就说 这个多项式要相乘 可以乘出x4次方 你为什么要找x4次方 因为我们的n等于4 我们的答案等于4 我们相当于说 请问x4次方前面的系数是多少 有多少总可能把4 在密次上面加出来 那是题目就完全符合提议 在密次上面有多少种 加出4的可能 那不是又跟多项式相乘 很像了吗 好那你去想 有多少种可能 老师老师 这个乘这个 我们就这边可以出x 那这边就要出x3次方 我就可以把4次方 凑出来 再来第一个如果给平方 第二个也给平方 再来第三个如果给 第一个如果给x3次方 那第二个就给x1次方 我就可以把4次凑出来 这样可以吗 可不可以 因为是成嘛 所以我就是 就是这一组要出一个出来 下一组也要找一个出来 这样可以吗 那我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种可能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两个 两个组成的成员把它组出来吗 那你看你刚刚说 你刚刚说 在一个可以拿的情况之下 在只有一个的情况 你就一定要嘛是拿一个 要嘛是拿两个 要嘛是拿三个 要嘛是拿四个 你要一个成员 你可不可以不拿 不可以不拿 你要一个成员啊 你怎么可以不拿呢 不拿就没有成员了 所以你一定从1开始跳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式子这个式子里面 x4次方前面的系数 是不是只有1啊 是不是只有1 也就是你要凑x4次方 你不可能靠它凑嘛 你只有一个成员 你也不可能靠它凑 你也不能 你只能靠x4次方 自己把x4次方凑出来 那你现在有两个式子了 分别是x加x比方加x3次方加x 这也是x加x比方加x3次方 老师为什么这个 那个0就是1 就是x的0次方 为什么不在里面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上面啊 这个一定要找一个人出来啊 这个也一定要找一个 你如果派1 你派1出去 就相当于不找 不取任何一个人啊 所以我这里没有1 那在没有1的情况下 我要凑出x4次方 我有几种可能 那就是1配这边的3嘛 或者2配这边的2嘛 或者3配这边的1嘛 请问我的4啊 虽然我有写进来 甚至于点点点 我这个x4次方找不找得到 第二个多项4里面 配出x4次方 找不到 所以你写不会有任何伤害 这样听得到吗 因为乘出来 它不可能乘出x4次方 在这个情境之下 这个x4次方 跟这边乘 找不到人乘出x4次方 这样好吗 OK 那我们就再往下看 如果你要三个summan 每一个summan都要有 所以它不可以有 x0次方 那三个都要有啊 所以这个是3次方 那在三个多项4相乘 乘出x4次方 有哪些可能 就这三个可能 这三个成员分别 π1、π1、π2 π1、π2、π1 π2、π1 这我写错了 π1、π1、π2 这个讲义满多错误的 不好意思啊 这个要改掉 我昨天改了一次 但是这个竟然没改到 我太急了 这是1加1加2 这是1加2加1 这应该是2加1加1 所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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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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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嗎 哦 那如果四个成员呢 那一样 x4 sees方 那四个成员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每 这四个啊 每一个都π1出来 这四个选项 每一个都π1出来 所以就得到四個上面的composition 然后四一个上面就不会是两个上面 四两个上面就不会是三个上面 所以我们用Rule of Sum把它加起来 最后的一般式就是这个式子 要相加,为什么要相加 因为上面是一的 上面是二的 上面是三的 上面是独立的 所以我就用Sigma把它们加起来 这样OK吗 那这个式子的一般式 它的生成多项式可以精简成这个形式 这个也OK吗 这要会啊 因为考试的时候 如果不是很熟 你就会在那边又撒半天 对不对 那把这个式子 用什么I等于1 注意哦,是从1开始 不可以从0哦 因为这个解读下 1summen,2summen,3summen,4summen 不存在0summen 这样对吧 所以要从1开始加到4 那基本上生成函数就出来了 那做出来的结果 你这样手算一下 这个有一个 这有三个 这有三个 这有一个 加起来就八个 那八个是不是我们前面做过 2的4减1次方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啊 我们这个composition 曾经算过来 你要算n的composition 就有2的n减1次方 好吗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好 那我就写出一半次了 好不好 Generizing the situation we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composition of a positive entity n is the coefficient of x the n power in the generating function 这样OK吗 好 好 那你要硬解的话 各位啊 这个就要有一点数学的代数技巧 好不好 如果硬解的话 有兴趣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式子啊 这个式子 刚刚讲它的生成多像式 对不对 另成y 因为你这个东西的i次方 你不太会解嘛 对不对 但是你换成i 把这个换成i y啊 换成y之后啊 你就比较放心了 它是从1到无限大 可是从1开始 你又不熟了 没关系 那我们就想办法 让它变成0开始 那要从0开始的话 也不难 我们就把 因为这个是从1开始 表示每个都有y嘛 那我提出一个y之后 原来的y的1次方 是不是就y的0次方 y的2次方 变y的1次方 所以后面的无限相 就可以精简成这个样子 那有这个样子 我就是无限等比极数啊 无限等比极数 我就简单了 就是1-1公比分之1嘛 那1-1公比分之1 就得到这个式 拿到这个式子以后啊 你再把y等于这个 再带回来 然后你就可以化解 化解化解 这个你们可能 有兴趣的去导一下 对不对 没兴趣又知道这里可以导 知道吗 齁 我考试不会 叫 不会考这个 这个 可是 财经所可能会导这个 对不对 这是你们的利率啊 对不对 等比极数啊 你们要算钱 负利 对不对 然后你就带着带着进去之后 你就发现 诶 我竟然发现 这个式子 跟我们前面倒过的很像 我只要把x用-2带进去 那对不起 因为本来本身就是减的 所以我只要带正的就可以 x用2x带 所以就得到这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以后啊 你把这个数列展开 就发现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2的3次方在谁前 x的4次方前 所以你可不可以知道 x的r次方前面的细数就是 2的r-1次方 这样对吧 那我们要求xn次方前面的细数 那就是2的n-1次方 跟我们前面 推导出来的结论 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啊 一个数的composition 就有2的n-1次方 总可能 这样好吗 好不好 哦 跟前面的什么 对啊 那 我们去看书的时候 去重新认识一下 好了 当初怎么做出 叫做2的n-1次方 当初啊 是这样做的 看右手边 右手边 这里 在这里 当初是这样解的 就是 n-1 n-1 它的composition 各数有多少个 2的n-1次方 当初是这样做的 希望你的记忆还有 这样可以吗 就是 一个数 加出来是n 两个数 加出来是n 三个summan加出来n 那n个summan加出来n 可是 这个 每一个bi 都是大于等于1 不可以是0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生成多像式里面 没有0啊 没有0 对不对 没有0 那这个怎么办 那这个 我就 因为1嘛 我就两边 怎么样 就把它-1 两边-1 减1以后啊 因为大于等于1 减1 那它就 大于等于0啊 大于等于0 大于等于0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招 有没有 这一招 来久 这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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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代公式 代公式 那这个透过二项式定理 我就知道 哦 最后答案是2的n-1次方 这样可以吧 我们当初是这样解的 composition是这样解的 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们直接用深层函数 哦 直接用深层函数 那 当初我们做允许重复的组合 我们的深层函数是ta 这样可以吗 好 那 那 那深层函数有深层函数 推导的一些 一些 一些手法 对不对 所以你最后 这个问题啊 导到后来 欸我就知道 它的一般式就是 XR次方前面的细数 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是我们当初就记下来的 这样可以吗 哦 好 那 右边这个composition的问题啊 它也有深层函数啊 对不对 左边的深层函数是这个 现在右边composition这个问题的 深层函数是这个 刚刚才导过的 对不对 那这个去做推导 当然有点小复杂 但是 老师答应你们 对不对 你只要记住后面的结果 那这个后面的结果 就是2的 XR次方系数就是2的 X 2的R减一次方 这样好吗 哦 所以这一页 只是做个整理 哦 呃 那个 没有套色的 基本上是 两个我们之前碰过的问题 这个问题 一般是在这里 那这个问题啊 我们导出来 一般是就2的N-1 可是 你都可以用深层函数 找到它的一般是 在这里 那这个呢 一般是 就是 就在 X i 次方 前面一定是2的i 前一 这样好吗 好 这一头影片 就让你们 就回去复习 比较方便 哦 啊 这边有一个 polyndrome的问题 哦 哎 我就 很快提一下 好不好 什么叫polyndrome 这个叫polyndrome 哦 就是 一段 字串 从 左右念到右 跟从右念到左 是 一样的 我们叫 就叫它叫做polyndrome 哦 叫回文 哦 回文 哦 那我们用中文 客聚茶庭 茶聚客 呃 上海自来 水 来自 海上 哎 这里没有弄 那后来上网找一大堆 对不对 哦 我就 这个只是觉得 哇 是苏东坡可以写出这么有趣的回文 哦 那通常 中间这个字啊 这个字圆 哦 我们就 就 就 可以省略啦 你把想成空间的 哦 在 如果出的句子是英文的话 哦 他可能是字词 对不对 字词 字词 字词的话 就字述都不一定相同 哦 那那个空格是四为省略 OK 那现在问题就很特别 哦 他问哦 他说 他说 六或七啊 我们先看六 然后 看七 六或七啊 他的 composition of 六七 that reads the same left to right 而 right to left 老师 这什么意思 你看我把六啊 他的composition 抽出来 请问 六的composition 有几种 六的composition 是不是有 二的六 减一次方 有几个 有三十二个 一大堆啊 一大堆 对不对 但是他只要回纹的那些 这样可以吗 只要回纹的那些 既然是回纹啊 你就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制造的规则 因为 六可不可以本身就是自己的回纹 可以啊 那你要找出他的composition 他的composition 要是回纹的 哦 那你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回纹叫这样子 因为 一加四加一 加算是不是六 可是 一加四 对不起啊 加就不要管了 反正都有加 一四一跟一四一 是不是同一个字串 所以他的composition里面 一四一就是回纹 这样OK吗 那了解这个 你就发现 你应该有一个生成的规则 为什么 呃 你把它-2 为什么要-2 减二以后 其中的1 丢到左手边 另外一个1 丢到右手边 剩下的数字丢到中间 欸 这是不是一个产生的规则 漂亮 哦 所以你就把 这个规则 apply一次 你就得到 我把-2 所以这边有1 这边有1 然后这边得到 减穿的结果4 这样OK吗 那做完了之后啊 这个还可以再-1吗 不行啊 1-1就0啊 0就不在我们的composition 的那个summan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就只好用4去-2 4去-2的话 我就左边再派1 右边再派1 那左边派的1 跟这个1相加 哦 就得到2 右边派的1 跟这个1相加 又得到2 这样OK吗 好 可是 老师我派给他 我可以不要跟他加 我可以让他变成独立的个体 所以这个1 往后延 减出来的2 减出来的2 左边给1 右边给1 然后这个往右边移 就得到下一个回吻 这样OK吗 有没有感觉 哦 老师挺有感觉的 接下去怎么办 接下去他再减2 再减2还有没有份啊 就就没有了 就就没有了 对吧 减2 呃 老师 我减2还是有机会啊 所以减2 呃 就是这边发一个 这边发一个 可是发的时候啊 发的时候啊 我就发到前面这个 所以这边就会从他在这边 承接到他减1 减2出来的左边1 减2出来的右边1 这样可以吗 那也可以发到这里 也可以发到这里的话 就不加 呃 不加就变这个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 呃 老师加的对象 我可以先加左边再加右边 是先加左边 先加最近的 然后再加远的 这样是不是把它生成出来了 每次减2 可以得到蛮好的效果 这样可以吗 好不好 那你就再仔细观察 老师这有没有小规则啊 有 他自己 叫1个 这样可以吗 然后你减2之后 左边1个 右边1个 可是你可以加可以不加 所以在这个地方减2 如果不加是这个 如果加起来是这个 然后再减2 你就 就开始慢慢的数 你就发现 老师 这个是1个 这个呢 也是1个 可是这个case啊 这个case都是以2为中心的 有几个 有2个 那再来减2 减2中间就0了嘛 0 0我就不写 但是我脑子里面有 知道它有一个0 那跟0有关的 中间是0有关的 有几个 有4个 你看到这个数字 你 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啊 有 有没有熟悉 这个是不是2的0次方 这是2的1次方 这是2的2次方 是哦老师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讲composition 那composition 那composition 1的composition 是不是就是 2的0次方 2的composition 是不是2的2-1次方 就是2个 3的composition 是不是2的3-1次方 是不是4个 这样ok吗 那你看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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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几次会减到0 减三次 所以 怎么会觉得 我就是做1的composition 加2的composition 加3的composition 做到多少 做到n除2的composition 相加起来 好像就答 这样ok吗 有感觉 没感觉的话 再开一次 这是7 用一样的规则 减二就得到5 这样ok吗 那左边派一个 右边派一个 那再把5啊 再减二 就得到3 那3啊 左边派一个的时候 可以派到 这里跟他相加 也可以派到这里 然后不加 这样ok吗 完了以后 再解2 再解2的话 中间变1 中间变1的话 来 给出去的解1 可以加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跟他 你就发现 他根本就是1的composition 各位 你看尾数 我们在这边 换一个颜色 让你有提神的作用 这是不是就是1的composition 这是不是就是2的composition 这是不是就是3的composition 哎哟 清楚了 所以我要算7的composition中回文的个数 只要把1的composition 2的composition 3的composition 个数相加 这个composition 2的1-1是0次方 这个是2的2-1次方 这个是2的2-1次方 这个是2的3-1次方 所以加起来 这是4个 2个 1个 然后 自己跟自己 自己自己 自己会算一个回文 所以就是2的n-1次方 加1 但是这个n-1次方 这个n要带的是n除以2 这样可以吗 因为6 做3次 7 也是做3次 所以那个n除以2 就是 无条件捨去 如果写程式啊 西的这个符法 刚好就是 取 无条件捨去 如果你要正数学一点的话 就是这样去写 取他的 无条件捨去 就是答案 不是简1 这分子 这 蜜次是简1 但是 这个整个要加1 要加加最后 加这个 加这个 好 这样OK吗 有点小难 对不对 OK 但是 你就整理一下 就发现 看得懂 所以 n 他的composition里面 有2的n over 2次方 polyndrome 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这边 我们要搜一下尾了 来 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先这样好了 就不急 来看这里 In how many ways can a police captain distribute 24 rifle shells to 4 police officers 就是 24个枪套 要发给 4个 警官 so that each officer gets at least the 3 but no more than 8 就至少拿3个 不要超过8个 那你一路下来 这边是不是就很 很自然的 用 x3次方 加x4次方 加 加到多少 加到 x8次方 当做他的 深层函数 深层多项数 这个 有没有问题 那有4个office 所以 把4个office的 深层多项数 相乘 就拿到他的 深层函数 当初你认为 这个题目 可以用方程式的 非复整数解 这个也有道理 就是你把他想成 c1加c2加c3加c4 加起来要24个枪套 可是cr是有条件的 你一列出条件 你就知道 你非用深层函数不可 所以你就利用这个条件 把深层多项数写出来 然后有4个 所以把它相乘 就拿到深层函数 那这个深层函数 这个题目只是告诉你 我们就不算了 知道吧 你就回答 x12次方 前面的系数 本来要回答 x24次方前面的系数 可是你这个在做的时候 看到没有 这个 你会把x3次方提出来 那这外面又有4次方 所以你总共提了x12次方出来 你要拿的x24 已经有x12次方 在第一个成像 那这个后面你要找的 就是x12次方前面的系数 这样OK吗 这样会凑出x24次方前面的系数 那这里x12次方前面的系数 还挺复杂的 你看一下 这不好算 你考试的时候 回答到这里就好了 可以吗 x24次方前面的系数 就是答案 也不需要化简 因为这个题目是告诉你 你真的化简起来 还有 还蛮不好算的 他有点经验才算得出来 如果不是很有经验的人 你可能也 但是就假定说我们会写成事 所以那个长城法 我有办法做出来 就对了 这样好不好 OK 这是多像是 那 这个有点小难 有点小难 不过 就 看看 怎么去正 怎么去正 来 正的内容 是什么 等号的左边是2hn 等号的右边 是一个 连加 可是连加 跟那个n i的平方有关 对 对 对 各位 来 我们要用深层函数的概念 来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出现在这里 对不对 深层函数 可是深层函数 要去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呢 各位 你有没有概念 要有 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有这个概念 n取啊 你总认识吧 n取啊 对不对 可是n取啊 会是谁的系数 是xr次方 summension r从0开始 到n 诶 老师 你这样一写 我就有感觉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加x的n次方 就是老师 你讲的二项是定理 是 这个有感觉吗 这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啊 所以我们就看着它 这个是1加x的n次方 可是老师 你现在我问 我一面对对 是2n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 深层函数 就是有变数代幻的感觉啊 你就把这个代2n 想想看会怎样 所以 你要想到这里 你就 你就有机会了 知道吗 你没想到这里 你可怕就硬解 硬解你又解不来了 就好复杂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写一下 1加x的2n次方 等于 1加xn次方 挂号外的2n 这这合理吧 合不合理 这这合理吗 这这个合理嘛 这这个合理嘛 哦 然后你就有机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2n 在这里出现啊 然后平方 在这里出现啊 你们觉得事情好像露出曙光 有没有 好 那我就在等号的左边啊 去做一些想像 1A 这要怎么去想像 呵呵 来 我们就摊开来 哦 它会不会是 它会不会 想办法变成 xn次方前面的系数 那你就有机会认得它了 这样可以吗 因为这是 1加x 就是这个形式啊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把它想成这个样子 嗯 嗯 我想一下 嗯 我们往下倒 我我这里是不是写错 这个会不会应该是2n 我们待会往下倒 哦 我们找到 適当的 证明 好 然后来 等号的右边 我们也把它展开 1加x的n次方 好 我就用这个来带 我就导出它的 二向式定理 这样 OK吗 把试子带进去 然后括号有个平方 哦 好 那 这里啊 这里 我就 拿到 2n取n了 等号的左边 就来到这里 这个试子 往下倒 哦 xn次方 前面的系数 xn次方 前面的系数 哦 对不起 各位 要写这个 这样可以吗 因为xn次方 xn次方 跟系数对应的关系 是在这里 当这个是n的时候 就是xn 这样对吧 就像这里 2的时候 这是2啊 这1的时候 这是1啊 跟这个n 没有直接关系 那这个n的时候 这里就是n 这样OK吗 那你现在 这个 这个 1加x 导出来一定是 一定是x的power x power 那我现在看到 前面的是多少 前面是2n 那就表示 这个是跟它的 1加x的n次方 这个是跟 这个n有关 这个n是跟这个有关 所以这个n 变成2n的时候 所以这边 会带2n 可是 这个取多少 是跟谁 跟x的 密次有关 所以这个n 就是在这里 可以 这样想清楚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吧 这个密次 就告诉你 x的n次方 前面的西数 这个 一定是它 那这个 是跟 这个的power 有关 好 那等号的右边 是这两个相乘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两个相乘 我们就乖乖的乘 因为 因为你要乘出 x的n次方 只有这个可能 就是谁 就是 下面如果出 x的n次方 你上面就要出 常数项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你这里 如果是 这个出常数项 那上面就要出 x的n次方 我才能够把 x的n次方 乘出来啊 这个如果出一次项 那这个就要出 xn-1 下 好 所以我就把它 把它 x的n次方 写下来 然后它前面的西数呢 一定是 他乘 他乘他 加他乘他 加他乘他 然后加他乘他 加他乘他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写下来 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概念 就是他乘他 然后他乘他 然后他乘他 这样可以吗 那写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n取0跟n取n 是不是同一个值 n取1跟n取n-1 是不是同一个值 这两个值 这两个值 一样的吗 所以 所以 就有平方 n取i的平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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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值都一样 就n取i的平方 然后呢 有一个少免许 把它们都加起来 所以 所以 来 x 在等号的左边 这个展开之后 xn次方前面的系数 是他 那等号的右边 这个乘开之后 xn次方前面的系数 一定是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系数 跟这个系数 两个会相等 得正 这样OK吗 好 这有个问题 这有点难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难 好 确实 对不对 不容易 好 不容易 不容易 那 老师 我又想到一个方法 怎么办 抱歉 这一页没有 我前天才补进来 老师 你叫我们写作业 这一页 我有写到这一题 2n取原 那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捷径 问题的解 有没有 从00到nn 从00到nn 我要么走n个横的 要么走n个直的 我就可以 不能这样讲 应该讲说 我一定要有 往右n部 往上n部 我才能够走到nn 对不对 我又不能走回头 所以我基本上就在 n加n 2n个 东西里面 取n个出来 放u 另外 无条件 放r 那我是不是就 解完这个问题了 老师 我可不可以从这样想 那等号的左边是这个式子啊 那表示等号的左边 一定是从00到nn 44 这是00 这个式子 可以从00走到44 我是不是相当于我要去走4个上 4个右 这样可以吗 那我就8个十音朵里面取4个 放什么 放u 其他放r 是不是就所有的解 好 看数字很快就看懂了 那这个解 这是等号左边 对不对 等号右边是什么 我也把它列出来 奇怪 等号右边是这个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4取0乘以4取4 是什么意思 还要加4取1乘以4取3 这是什么东西 来 4取0乘以4取4 是不是可以走到这个位置 没感觉 再看 4取1 4取3 是不是走到这个位置 正圈的讲法是 4取1 就走到这里 4取3 就从这里 走到这里 是不行 还不行 再看 走到这里 是不是需要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是不是需要四个single 四个single 里面 我选一个出来 放什么 放r 其他都放u 请问我有几种方法 这是一种 然后 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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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四种 是不是四种 那就是从这里 走到这里 那老师 四取3 又是什么 来 在这个点 走到这个点 是不是 需要三个横的 一个直的 这样可以吗 那就是在这四个 四个位置里面 我选三个出来 放横的 一二三四 三个选出来以后 放 右 譬如说 RRR 剩下来的放u 那就是这个步法 老师我可以选 RR 吗 可以 那就是 往右 然后这个 往上 然后往右 那老师 我可不可以选这个 可以 那就是 这个路径 这样OK吗 这样 行不行 那老师 再讲一个 有感觉了 那再讲一个 那四二 是什么意思 就是走到 这一点 有这么多种可能 四个格子里面 选两个出来 放左边 剩下放上面 啊然后呢 然后你还 从这个还要走到这啊 所以你还有 四个格子 又选两个当 那老师那这个 无非就是这里 很好 那这个呢 就是走到这里 那走 走这里 到这里 再加走这里 到这里 再加走到这里 到这里 再加走到这里 到这里 再加走这里 是不是就是 所有从这边 走到这边的 Monotone pass的个数 所以等号也成立 这样好吗 这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 它这一页是纯粹用 排列组合的经验 它上面是深層函数的构想 到这里 到这里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一节要消化 知道吗 下一节更难啊 更难 但是考试会考 就在下礼拜 好紧张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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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